三重中央福伦社今天到瑞宾国小捐赠双屏互动式电子白板 电子白板采投影机播放方式 结合触控和互动式萤幕 让师生可以在萤幕上挥洒创意 希望透过双屏互动式电子白板在学校广为运用 缩短成乡数位落差 加速数位互动学习的拓展 就是有双屏的教学的话 可以让老师同时呈现就是投影幕 跟让学生可以在另外一个屏幕上面去做实际的操作 那学生也可以一个东西可以对照 所以其实对学生的学习来讲是会更多元的体验 然后也可以增进他们学习的成效 这样的资源对于偏乡的孩子来说 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因为透过这个电子白板 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孩子其实是数位原住民 只要让他接触他就有学习的机会 所以像这样电子白板放置在学校的图书室 每一个班级的孩子都可以上课的时候可以来使用 社方表示感谢三重中央福伦社热心公益的善举 学校会妥善运用这些珍贵资源 为孩子开拓视野 学生则要感恩习福将来学有所成 更应效法公益团体来回馈社会 希望借着由这个互动 互动方式老师跟学生产生脑力激荡的同时 增加他们的学习 还有增加他们的参与感 可以达到学生老师都得到同步成长的这个效果 三重中央福伦社就表示 这次福伦社的社会服务从半年前就开始规划 福伦社深入了解学校需求 希望透过双频互动式电子白板捐赠 缩短城乡数位落差 加速数位互动学习拓展 介成为瑞芳采访报道